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美 就在去年 她在路上捡到这条狗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条狗居然双母失明 小美为了鼓励她 于是给她起名刘光明 小美答应刘光明 一定会治好她的眼睛 你们觉得小美会成功吗 我上期视频不是说了一个 狗私录取通知书的事件吗 然后评论区和私信 有很多成友都不幼儿童地告诉我 7月份还有一个阿拉斯加斯 结婚证的事件 我立刻就来了兴趣 找到了这位悲惨的播主 刘光明他妈 没想到他还关注了我 我反手就是一个互相关注 再打开私信一看 原来去年的11月份 他被捡到了刘光明治眼睛 特地求助过我 可惜当时我因为出了 阿勇的故事那篇视频 正被成群的键盘牙网爆 实在没法继续做类似的视频 在这里再次说声抱歉 我花了大概4个小时 看完这200多片视频 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光明妈捡到刘光明的前一个月 刘光明乖巧懂事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 还学会了坐下和握手 光明妈也发誓要治好刘光明的眼睛 这一段可以说是母慈子孝 刘光明被收养一个月后 到眼睛治好之前 那是成天惹事拆家 家里从捉衣板凳 到床垫沙发无一幸免 这一段五个字可以形容 好惨一女的 但如果把光明妈的颜值加进去的话 就得改成美女好可怜 最后一段是刘光明眼睛治好之后 不用期待 这里没有任何的感动 而且光明妈被坑 又接盘了四只阿拉斯加 从此之后每天都在妒结 租的房子本来是一个 北欧风小资金庄房 硬是被拆成了叙利亚战损毛皮房 结婚证也是在这个时期 被光明拆迁队毁掉的 看完光明妈的遭遇 我真的对阿拉斯加又有了新的认知 我在想我的宠物土造大会第二期 不如就土造阿拉斯加吧 你们觉得我会成功吗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去爱托我 Respite